其實自從你回來之後 我因為擔心你 所以一直有人照顧我 難怪那次你這麼快來到酒店 截著Conny 因為Conny寫了很多眾傷亡的報道 我覺得他會不靠你身 以後不需要你操心 我會在他身邊保護他, 好嗎? 你做得到事, 就不用我出馬了 還有我提醒你 你家裡有幾個過氣鼓滑者的朋友 都不太靠得住 你說什麼? 泥秋不是第一天上交晨天的 你們有沒有人發覺他的存在? 那天你也在? 上次是我引警察過去的 你們做過什麼? 別這樣了, 我知道你們很關心我 很怕我無法融入社會 但可能我真是一個人品很差的人 根本不值得你們說我做那麼多事 程天, 我可以做證的 你是一個有良心的記者 當年黎秋的案件裡有跟我說過 不是她說得那麼極端的 你只不過是陳述事實 你沒有冤枉她 就是了, 不用聽黎秋胡亂說了 總之我會嘗試走自己的路出來 找回屬於我自己的人生 那…不用送我嗎? 變態老才會跟蹤自己的前妻 你不要再跟蹤程天了 我可以向法庭申請禁制力 你先問問程天怨怨怨地做吧 賽車很傷亂, 你也不少事 你還好說, 你別遲便通知我 明明叫你看緊他 你可以看緊, 被人走到損失了嗎? 是 繼續跟進 可辦事, 你放心 我把筷子拿去做鐵 你拿來拿去拿去做鐵線 是嗎? 我喝了 喝吧 不喝… 先喝杯吧 都說不喝 為什麼? 拆你 怎麼這麼瘋的? 不是我這樣踩油去嗎? 也救不了程天 不是我找到程天最後的位置 你真是趕不及了 怎麼樣?程天有沒有嚇到 記起以前的事? 沒有, 但他需要時間消化成事 我猜黎秋暫時不會搞程天主 那我還需要繼續跟嗎? 繼續跟 當然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但我不想這件事不在我控制範圍之內 有你看著我, 放心點 既然你對我這麼有信心, 跟吧 你怎麼做?那個額頭怎麼弄成這樣? 你怎麼做? 不小心嚇壞一下 痛不痛?我幫你拿紅花油擦一下 你坐 其實今天是程天有意外 我要幫他, 所以失藥 額頭是我開車的時候 不小心嚇壞到 那程天有沒有事? 他沒什麼事? 他沒什麼事? 沒事就好了 你還以為我不問你 你不會跟我說發生什麼事? 爸爸有沒有生氣? 他只是怕你欺負我 你一定會說好話 沒下次 你洗澡吧, 可以煮麵給你吃 好 我今天看到一個人, 他叫泥州 一個很討厭我 他要殺死我的人 他說我弄到他家破人亡 他還說, 我遺求目的 是一個不擇手段的記者 我看回我自己寫的報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寫這些東西出來 對, 但是這些是不是事實的真相? 如果我真的是一個壞人的話 我不是應該忘記了以前所有的記憶 重新做人嗎? 我看著, 我知道那些錢很貴的 你賠不來的, 去說一句錢吧 以前對著你一發貨 現在明明人家不對 一聲都不一聲 他不是不說話, 不敢說話而已 為了保住這份工作, 說有死癮 如果不是我弄到他坐牢 可能他現在的生活不用那麼慘 他坐牢是他自己做錯事要負責任 全部根據法律程序 你別當自己是後患者 甚麼都濫上身才行 你的朋友回覆你了 有什麼想知問就行了 來, 我們很久沒有聯絡了 我想大家都看著各自的生活 我…我再幫你問問提過 不用了, 你說得對 每個人工作要負責任 我的懲罰就沒有朋友了 這麼容易被人打沉才行 事出必有因 沒人沒物, 朋友也不多 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可能我以前才是一個壞人 這樣吧 老婆, 我想自己走走 喂 老婆, 老婆 上次《聽風者的情書》的電影發佈 會做得非常成功 無論業界或網上 我們都收到很多人的讚賞 之後我們還收到 三間電影公司的提供 想跟我們合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努力 我們把這幾個月渠 以我們現在的走勢 綿美的花紅, 一定有多無少 本身有美女做老闆 員工也會比較努力 更何況我老闆是名符其實的人美心事 大家三位先休息一下 Alex, 有甚麼貴幹 沒有, 經過這一頭 又想起你喜歡吃這個牌子的朱古力 他就買上來給你 好多一盒而已 是呀 那你就遲了 人家周公子連續送了三天 還愛屋及烏 你看看那張桌子 看看那些同事 吃都吃不完 我那幾盒都給我清潔姐姐了 不過既然是你送的 我就拿回家珍藏了 謝謝 是 那不等也要等的 我這麼喜歡這輛車 還是那句吧 錢和時間不要緊 最重要是做得好 好的 好, 謝謝你, 拜拜 祝大家新紀一年 龍運當牛, 身體健康 恭喜… 祝有情人, 情有獨鍾 心意相通 龍年有起餅贈送 恭喜… 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業績爆燈 每個月都有花紅分 恭喜恭喜…